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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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板块都汇聚了数十件典型代表文物 其中展现了中西方文化在宫廷的碰撞交融 比如在科技典范部分 可以看到当时欧洲的最为先进的火枪 刀剑以及钟表 天文仪器等 而在生活运制和典雅陈设部分 则可以欣赏到西方法廊 陶瓷以及日本的漆器 绘画等富有艺术韵味的生活用品 除了展品丰富 展馆还充分运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 多为立体的展现文物风采和故事 此外 为了更加适宜闽南观众参观 展馆还聘请了专职闽南语讲解员 并专门录制了闽南语的文物解说词 这个地方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地方特色 所以我们专门设立一个闽南语的一个讲解 他讲的这个也是很信任的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特色继续保持下去 弘扬地方文化 故宫古浪与外国文物馆将在5月1号试开馆 届时将邀请相关专家 学者等进场参观 并根据他们的意见对展览细节进行调整完善 5月中旬正式开馆 向公众开放 本台记者把导 昨天晚上经过改造的白鹿洲公园音乐喷泉 进行了试运行之前的最后一次调试 现场的3D水舞秀让不少路过的市民是惊叹连连 在完成调试以后呢 在明天晚上 音乐喷泉会正式的试运行 大家有时间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 在绚烂灯光的衬托下 水柱翩翩起舞 编织出了各种美妙的图案 而随着喷头或旋转或摆动 原本直冲天际的水柱被甩动成了温柔的弧线 蛇像花儿绽放 蛇又像是翻飞的水秀 站在喷泉边就仿佛是在欣赏一出动人的舞台剧 不少巧遇这场奇幻3D水舞秀表演的市民游客 都发出了阵阵惊叹 我是到这边来玩的 然后正好看到这个音乐喷泉了 挺惊喜的 挺壮观的 挺好看的 好看 就是刚刚那边不是有一个水柱形成的花吗 我觉得那个最好看 昨晚的这场3D水舞秀是白鹿洲公园音乐喷泉试运行之前的最后一次调试 相关工作人员说 白鹿洲公园音乐喷泉从今年2月1号正式开始改造 改造后的音乐喷泉浓缩了当今世界主流的喷泉表演形式 共有933个喷头和1094个LED喷泉水下灯 喷泉中心喷高可达40米 可以同时满足喷泉四周不同方位人群的观赏需求 我们喷泉分了好几种 也可以展现360度的这种旋转方式 使我们的水形更丰富 我们的灯光是量身定做的 根据水形的变化 以及水体的高度不同 来进行编制一些色彩掺材在这里头 让我们的观众感受到这种灯光很有丰富多彩 为了让水柱音乐灯光三者真正有机结合 让观众能享受到一场视听盛眼 每一个喷头的水形 甚至每一盏灯光的颜色 工作人员都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和精致的编排 要对这个水形不断地进行调整 然后根据现场实际的情况 因为有些可能水花会碰到飞出去 我们也要进行调整 一点一点地都要调整 这个都是根据我们对音乐的理解 每一毫秒都是可以卡出来的 然后就像一台舞台剧一样 水柱就是演员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教练 只了解 白鹿之宫给音乐喷泉3D水舞秀 将于4月30号晚上7点半起对外试运行 未来具体的表演时间以公园告示为准 记者龚家五博豪报道 每年的五一小长假都是出游的高峰 今年也不例外 我们厦门又是游客都向往的目的地 这个五一假期厦门再次是迎来了大批的客流 这也让我试的不少酒店民宿都处于满额预定的状态 在临近环岛路的百祥酒店 记者了解到 酒店4月29号和30号的房源 在一周前就已经被预定了七八成 随着假期的到来 订房量正接近百分之百 为了吸引家庭出游或是自驾出游的游客 酒店专门设置了亲子主题房型等贴心服务 那我们酒店在五一三天小长假期间 为我们亲子房型 还有行政房和套房的客人 特别准备了一个很贴心的服务 就是可以免费送他们到旅游景点 我觉得这一项这种贴心的服务 应该也会为客人的出行带来很多的便利 陆江道沿线的酒店 因为靠近古浪与中山路 一直受到外地游客的青睐 像太古酒店4月29号和30号的房源 已经被预定了九成 再加上假期里临时订房的游客 工作人员预计 房间很快就会被订满 在价格方面 因为房源逐渐紧张 价格可能会水涨船高 我们现在五一的价格相比于平时的话 大概会增幅个15%左右 今年我们太古酒店通过改造 把房间数量扩充到了315间房 相比于去年多了几十间房 那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订满的 将近订满的状态了 所以同比去年可以看出 这市场热度还是越来越高的 除了酒店景区附近的一些民宿 因为价格相对实惠 而且不同风格也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不少民宿提前两天就被订满 我们这一家的话可能家庭会偏多 就是家庭的或者自己 因为我们这边自己有车位 所以说自驾周边自驾有的家庭居多 记者 郁伯菲 王海洋报道 另外今天上午开始四桥一碎的车流量开始增大 尤其是出岛的方向都不同程度出现了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 上午9点多 厦门大桥出岛方向已经排起了100多米的队伍 车辆走走停停 行驶比较缓慢 原来在大桥中段的位置上 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 导致后方出现了交通缓行的情况 而随着出岛的车辆越来越多 上午10点过后 厦门大桥出岛方向拥堵的情况依旧没有改善 缓行的队伍一度从大桥桥头排到了嘉河路上 除了厦门大桥外 祥安隧道 海仓大桥 吉美大桥 以及杏林大桥 今天上午10点至12点这个时间段 出岛方向的交通压力都比较大 同时 这些路段上也发生了一些刮蹭的小事故 进一步加剧了车辆拥堵 出岛方向的车辆出现缓行 而高速口的车流则相对平稳一些 小长假第一天 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 是可以免费在高速公路通行的 上午10点多 在高速公路厦门口进口处 也发生了一起刮擦事故 不过事故并没有造成车辆排长队的情况 车辆依次进入高速 现场秩序较为有序 而在高速公路上 上午 神海高速 下沙高速的车流量也逐渐增大 不过车辆行驶速度较为正常 跟以往读点类似 神海高速输错隧道往下门方向 出现了一起刮擦事故 这给后方的车辆造成了一定影响 避不及时就会容易导致这个刮擦 然后只要有一起事故的刮擦 就会非常影响后面的一个正常的通行 高速公路方面预计 一号下午将出现返程高峰 对此交警部门提醒 届时四桥一碎近岛方向 也将出现缓行的情况 司机朋友要注意安排好返程时间 尽量避开高峰拥堵路段 记者贤云 段志伟报道 铁路方面 厦门站 厦门北站的客流发送总量 也有望创下新的记录 具体来关注一下 五一假期第一天的上午 厦门北站迎来了大量的旅客 车站内外人流匆匆 早上七点到十点左右 以及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前 这两个时段始发列车多 客流量也最大 据统计 厦门北站今天将往来动车二百六十趟 迎来客流人数十万以上的假期最高峰 打算去哪里啊 去葡萄山 打算去几天呢 去三天 你觉得这个人多吗 就是车站 目前还好吧 来回的票比较好买吗 我是跟旅行社已经买好了 我们很久没回家了 就是五一刚趁着假期回去 带孩子回去看一下 回老家 对 回老家 那人多吗 你觉得这个 还挺多的 比平时多一点 算上厦门站今日的发送客流 预计今天 校门铁路将发送旅客15.8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而整个铁路五一小长假运输 从4月28号起至5月1号结束 四天时间里 客流总人数将突破50万人次 根据假期旅客出行情况 近期铁路方面掐开了往南昌 上饶 赵安 龙岩 福州等多方向的列车 并通过增设售票窗口 合理安排购票后车乘降流程 以保证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早上要出行的时候 一定呢 一个是要安排充益的时间来验证进站 以免这个验证进站的时间 耽误你的行程 第二个呢 是我们在读起这个购票信息 和这个票面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乘车站 很多旅客呢 把这个厦门站和厦门北站 这两个车站混淆了 本台记者报道 五通码头方面是临时增加了船班 工作人员预计 今天五通码头出境乘客 会突破4000人次 小长假三天 出入境的总人数会突破1万人 上午10点半 记者来到五通码头 此时后船大厅里 已经有不少乘客在等待检票 乘客中大部分都是打算 趁着小长假去金门旅游的 今天早上就过来码头 去金门 金门我们会玩一天半的时间 然后到小金门 然后再回到厦门 回到厦门再回香港 我们其实已经有提前半个月买了 但是就是还是订不到 我们想要的那个船班 但是我们就有推迟了这个行程 有办法 大家就有刚好是结论 让好买吧 我们之前提早订了 五通码头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 下金航线的出境高峰 上午的出境船班 前几天都已经基本被预定满了 今天的客轮量在下午三点半左右 才较为平稳 由于不少游客都是趁着小长假 在金门游玩三天 相对应的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 码头方面还将迎来入境高峰 为此码头方面也在出入境航线上增加了临时船班 我们就是除了这个增派人员 做好整个现场的一个秩序 包括服务的一个保障 还有就是在博位安排上也会更加的一个用心 那么来确保我们旅客能够持续的一个连续不间断的一个通关 武东码头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假期最后一天下午的入境船票已经比较紧张了 如果市民打算前往金门旅游 请提前了解船班信息 订好来回船票 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记者雄伟 杨仁杰报道 下一季还将看到狐狸川菜馆疑似发生闪然事故 一人不幸失望 昨天下午四点左右在海苍一家家具厂 有一名工人在操作压缩机台的时候 右手不慎被压住 接到报警后 公安消防120等部门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营救 大约半个小时被困的工人被救援人员救出 意外就发生在这台大型的板台压缩机台 现场一名男子压在机台下方的空间 右手被一块活动的操作板压在一个固定的平台上 而男子身体所在的位置略低于这个固定的平台 中间幸好有一个狭窄空间 男子的身体没有直接被活动操作板压住 赶到的消防官兵一边紧急用液压扩张设备进行扩张作业 减轻活动操作板对男子的压力 一边让厂家紧急联系技术人员赶来现场协助破拆机台 据现场的工人说 被困的工人就是这台压缩机台的操作员 他们听到这名工人呼救后 赶紧过来把机台的电源切断 工人们感到有些奇怪的是 正常操作时 操作员应该站在机台前方的操作台控制 他们也不清楚 这名工人怎么会困在机台下方 约半个小时 救援人员拆掉活动操作板的固定螺丝后 大家合力把活动的操作板挪开 受伤的工人成功获救 之后 这名工人马上被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就职 本来记者和特别记者报道 另外今天上午在同安红堂一所驾校内 一辆教练车突然起火 火势蔓延得很快 把并排停在一起的三辆教练车也引燃了 接到报警后 消防部门火速赶往现场扑救 起火的四辆教练车并排停在一起 消防部门感到时 四辆教练车上明火正在猛烈燃烧 更加让人着急的是 起火的教练车旁 还并排停放着不少教练车 大火随时可能蔓延过去 消防官兵出动两把水枪 一把水枪重点防止火势蔓延扩大 另外一把水枪则直接攻击火点 在高压水枪的压制下 现场的明火很快被扑灭 之后 消防官兵用工具 打开起火车辆的发动机盖 以及后备箱等 跟进水枪浇灌 防止火势复燃 据驾校的工作人员说 这些教练车今天刚从岛内开过来 驾驶员把车停好后就走了 可能是因为电路故障 其中一辆教练车突然发生了自燃 目前起火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另外今天中午1点半左右 在湖里武通轮后社的一家川菜馆 疑似发生了闪燃的事故 一名男子不幸身亡 具体来关注一下 记者赶到现场时 民警正在进行勘察 发生事故的这家重庆川菜馆 位于一栋民宅的一楼 店内已经是一片狼藉 还有明显过火的痕迹 附近群众说 中午差不多1点半的时候 他们突然听到一声声响 在附近群众赶忙帮助灭火的同时 消防官兵也很快赶到现场 在将火势控制后 消防人员从屋内背出一名男子 并将他送上救护车 附近群众告诉记者 引发事故的原因 可能是餐馆人员在添加某种液体燃料时 不小心发生泄漏引起的 那么烧火的是一层还是柴油类的吧 这家屋是没有关掉 家的时候落下来 一次落下来的时候可能还没着火 第二次落下来的时候就着火 据了解 事故中还有一名男性顾客的手部 被轻微烫伤 而被消防人员救出的男子 在送医途中没有了生命迹象 有群众说 男子是川菜馆的老板 目前事故的具体情况 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记者何鸿林 吴国豪报道 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检测结果显示呢 今天我是空气中二氧化氮 PM10 PM2.5的浓度是在量级 其余各项都在U级 到晚上的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79 空气质量为量 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在慈禧市的周向水库 长河水库广阔的水面上 一个浩大的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建设工程已经建成 我们来看一下 周向水库 长河水库 200兆瓦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水域面积4492亩 总投资18亿元 这也是迄今为止 在水库上建成的国内规模 最大的余光互补太阳能发电站 余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是指在渔业养殖和光伏发电 互融互补 通过在电池板下规划养殖水产品 形成上可发电 下可养鱼的发电锡模式 当然 光伏板遮挡阳光 会造成水温偏低 影响鱼类正常生长 为此 在设计时 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光伏板之间的间距 同时 电站所发电量 全部接入国家电网 年发电总量2.2亿千瓦时 相当于磁吸市十万户家庭 一年的用电量 这一发电锡模式 不但极大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经济效益 而且能有效促进能源结构转型 加快能源建设 向绿色健康方向发展 数字可以说明 这里的光伏发电项目 一年可节约标准煤7.04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18.92万吨 二氧化硫1432万吨 和氮氧化5484万吨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下面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量 会受到臭氧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 今天特区新闻广场全部内容 当数字阅读越来越打破 印刷阅读的局限 你会做怎样的选择呢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 会做一个详细的解读 也欢迎您到视频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